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5月22号 进行的第29届L级杯世界骑王战16强的比赛 由黑方变向一对战白方 谜玉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其实这两位棋手的棋风还是比较相近的 可能这个变向一更加偏向于擅长这种乱战 力量也是比较强 那谜玉婷这个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他的力量 所以说风格比较相近 虽然说这个变向一在我的这个视频里边是 基本上很少赢 但是他的这个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劲 可以说是目前韩国的第二人 升升去之后应该就是变向一了 我觉得排在朴廷环前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对局 嗯 开局黑棋新小木 白棋二连心 然后点角 左下先来一个定式 白棋挂 黑棋小尖 白棋拆 然后黑棋拆边 这个先拆一下 然后左下角之后再往前拆一个 还能夹住白棋 啊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啊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白棋挂 然后黑棋拖先 继续往左下 啊 这个增加这个自己的战斗力 然后白棋双飞燕 黑棋上边 后脚啊 接下来黑棋继续攻击左下 爬回白棋可以往底下靠压完之后 打持 贴住 但黑棋搬之后呢 白棋反搬 黑棋连搬 然后白棋断打 在乎 就这几手棋的交换 基本上都是一个必然的变化 而且白棋最终会把这个头走得很畅 眼位也还行 啊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推荐 实战白棋是二路搬 一般情况下黑棋都是会选择反班 然后白棋唬一个 先手黑棋再打 白棋再考虑出头 因为底下唬到了这一下嘛 所以说对于白棋将来作眼 比如说这里碰碰靠靠的 就更容易产生眼位了 但是在这个局部呢 因为这个周围全是黑棋的子啊 而且他外边已经补得比较坚固了 所以说黑棋走的是尖刺这招棋 白棋拐了之后 敞一个黑棋一路跳 白棋挡住 黑棋沾不断 白棋再沾 这种下呢看似比较损角控 但是黑棋就掌握了这个 更有力的一个主动权 因为首先白棋脚上只有一只眼 而且现在是黑棋的先手 他就可以跳在这儿去包围白棋了 这个地方变相仪仪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接下来 敏玉廷选择肩出 黑棋飞一个之后 白棋护住 然后黑棋挺投 下一手棋直接降到胜率啊 就这个地方白棋实战选择跳 是想利用一个苦肉计 让黑棋冲断之后顺势出头 但这个其实完全是多此一举啊 AI的建议呢 就白棋简单飞出就好了 然后黑棋左边要围你就不管他了 对吧 这样反而是这个损失少一点 你走这个 黑棋肯定是闭着眼睛冲断 冲断完之后再一场 白棋没看出哪里好 接下来白棋往前压 黑棋搬头 白棋反搬 黑棋连搬 这里黑棋下的是非常积极 可以允许白棋大龙逃跑 但是黑棋肯定是想把底下的空全部给撑住啊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像这个地方 只要黑棋抢到先手之后 右边这里的飞压完之后再长 都可以理解为黑棋的先手 那这个模样确实两边扩张就 很快就能这个长起来 所以说白棋就放弃出头 想在内部对黑棋形成一个破坏 实战他走的是这首点刺 这个棋基本上是一个先手了 黑棋如果说补外边的话 这边被穿掉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你中间还有断打嘛 你要提掉的话 白棋底下肩顶 虎一个再压 那黑棋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你这个大模样就被白棋给捅穿掉了 所以说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多了这颗子的一个小的接印之后 外边断打再打持 黑棋打白棋提 然后黑棋连回 这个地方白棋其实大龙的话 已经火棋了 就是因为这个将来 比如说黑棋上边打白棋沾 这个就是火的 黑棋要掐这个破眼 白棋上边虎一个怎么样的 也能出头 这个都不用担心 所以说这个大龙已经安定的情况下 白棋就要考虑 还是不能让黑棋底下围的太大 如果说你从二路这样去渗透的话 就是比较危险 比如说你这样一走 黑棋一团把你阻堵 对吧 你再搬起来 那黑棋再来一个点次 再一尖 就把你根据力给去掉 那这个棋白棋就 也是很危险 实战 李于婷也是下出了AI的前三选 就是这招碰 这个棋的棋感还是非常到位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逼住 这个非常的狠 看似白棋就想把黑棋的空全部给洗干净 黑棋也是直接打入进来 这个也是 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黑棋压住 白棋往回一跳 那就很容易火起了 班的话 这个白棋虎上去 要出头 你跳一个封锁 白棋虎下来掀手 然后尖一个掀手 对吧 底下再一作也 那这个就 已经活干净了 所以说黑棋要打入进来 白棋二路拖 但这个地方讲道理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并且外边还有一根棍子树在这 这个棋 黑棋无论怎么下 其实都不会怎么吃亏 比如说黑棋就搬一个 白棋断的话 我就打持 反打我就提掉 搬的话我就团 对吧 你往前 因为你挡不住 挡住的话直接被咔嚓一断 那这个白棋就死了 你要是冲这个 黑棋就直接冲上去 冲上去之后 底下已经烂掉了 右下角 底下还露着风 或者说坚顶这儿也能做活 这样白棋掏的十分有限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确实黑棋可以在这儿随心所欲 实战是顶一个 白棋爬了之后 再往前顶 这个棋的话 主要是看中黑棋下方弃井 白棋这颗子可以跑 加上外边可以出头 再加上右下角二路拖 白棋可以坐影 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的话 白棋这块棋就不会死 但是黑棋下一手 这个尖顶稍微有点缓 这个棋的话还是应该封锁 虽然说白棋这里靠也靠 对吧 黑棋得补 再搬 然后连搬 这个白棋可以通过威胁黑棋之后 再往二路拖去做活 但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黑棋补个段 那你白棋底下得去坐影 对吧 右下角还是会被黑棋给碰伤 并且打穿掉 这样其实双方互相换控的话 黑棋是不亏的 实战黑棋直接肩顶补脚 那白棋跑这个 黑棋这个打了之后 拐吃再打 白棋长 黑棋站上 那这个地方跑出来的话 白棋也不至于说 两块棋同时能 这个得救 这个筷子呢 这一串子呢 也只能起到一个弃子 帮助白棋底下出头的目的 接下来白棋跳架 进黑棋的气 黑棋断打之后 白棋再往右边长 那这个地方确实 白棋为了这个 把自己救出来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从这个左下角 被黑棋通猛攻开始 栽到下方被吃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的胜率已经 领先不少了 就是白棋得不偿失 接下来黑棋往前冲 白棋扳 黑棋二路扳 先紧白棋的气 然后选择沾上 这个地方 黑棋并没有挖这个 去强行分断白棋 因为这样的话呢 白棋一打先手 再往这儿断吃 那黑棋其实也只能 做一个交换 就是断打这个 然后吃掉两颗子 这个白棋是可以接受的 你吃就是了 对吧 白棋把外边全部给连好 而且还会获得先手 实战呢 黑棋走的是沾 火脚 那白棋虎一个联络 这个局部就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黑棋 接下来黑棋左上挂脚 白棋底下打吃 先紧气 黑棋沾 白棋再挤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白棋有必要补了 如果说你走其他的 这个随着黑棋外边 子力变多 比如说这种地方都交换到 白个示意图 一旦被黑棋外边 走厚了以后 再往这一掐 那白棋这个大龙 可能再出头 就不一定安全了 所以说在这个底下交换完之后 白棋是马上挤在这 把这个半只眼也给搞出来 然后黑棋是飞回 这个地方黑棋下的还是非常稳 其实你不补的话 暂时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比如说你这样脱脚 对吧 白棋如果就这样贴住 黑棋扳 跳下来的话 直接会被黑棋靠一个 夹一个就靠死掉了 这个就没什么 但是呢 味道会比较差 以后白棋比如说 这里掉进来之类的 黑棋的空还是会被打穿 实战黑棋判断 就把这条边稳稳的围住就可以 飞一个 白棋尖顶 黑棋下立 就这种地方 什么时候往前长 什么时候立也是有说法的 就是比如说 左边黑棋比较空旷的情况下 对吧 比较空旷 然后比如说白棋尖顶 那你长一个 这样这个间距比较广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个飞的子了 白棋尖顶 你再长呢 等于说很重复 而且对于白棋脚 就影响没那么大 这个时候你立的话呢 让白棋露着风 对吧 就算上面这个头被虎住 你顶一个他长 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说这个地方 立比长要好 接下来白棋挡 还是先把脚给补好 黑棋上边拆 白棋左边虎过来之后 顶住再长 那基本上白棋脚也踏实了 下一招棋 黑棋选择的是 底下的这一手尖 这个棋是走小了 还是应该往右边尖冲 这个一走的话 白棋的模样 瞬间就围不住了 而且黑棋上面 还可以得到扩张 至于右下角 这块黑棋的话 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比如说白棋 从外边尖进来 这个点方 像这种金桂脚一样的 那黑棋就顶 白棋要搬断打蹄 打蚩就沾上 他再搬的话 你就搬这个 挤一个缩小眼位 你就沾上打蚩 主要这个打是先手 打先手的话 白棋沾你在左眼 这个黑棋就进火 还有就是这个 如果说白棋直接点 那黑棋就虎下来 白棋再尖 黑棋只要不贪 就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坐眼 你挤住的话 我就一打 黑棋进火 或者说黑棋团这个 团这个 那就有点贪了 白棋顶住 你搬 白棋搬 对吧 这个黑棋搬这 沾上扩大眼位 白棋停 那你再打 那里边形成一个结针 当然这个是黑棋 比较贪的情况下 正常来讲的话 黑棋是铁活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其实也没必要去补脚 压缩白棋右边 更为关键 实战黑棋还是补了 这个小了 被白棋点进去之后 黑棋爬一个 靠住 那其实这样将来 白棋往这一挤 随时可以断吃这两颗子 这里黑棋相当于 这个浪费了半手棋吧 然后被白棋右边 这个飞起来扩张 黑棋往里一掉 这个掉的棋呢 还是比较靠近门口 没敢太深入 但即使这样的话 让白棋实战往前一跳 黑棋还是不太敢去逃跑 因为上面的这一块棋 其实黑棋已经变薄了 白棋有一个三路点的 这个好手 这样黑棋要吃尖 那白棋碰 对吧 你搬一个白棋虎一个 打吃就沾上 这个棋会给黑棋造成不小的麻烦 你爬过的话 他可以断打 顶一个就冲 冲完之后就立 拐打就提 对吧 再长一个这个白棋 把你一眼一破 外边走一走 刮一圈之后 让你从这个左边单关飞毁 然后白棋自己再联络 这样黑棋的木 就是损得一塌糊涂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就是黑棋上面确实得 最稳的补法是肩在这 不过这个就落后手 实战黑棋顶着一个是希望抢先手 比如说白棋跟着长 那黑棋再挑 这样你这个走了之后 靠这个就不是很严厉了 因为他顶到了这一下 不过这个地方白棋也是非常敏锐 直接脱先 走的是中央 这一手阵头 要把黑棋给惊吞进去 黑棋先在右上 这里靠完之后挖针 刮一下 这个确实让白棋稍微有点麻 就是你如果说沾二路 沾在这 黑棋脚上这里 断打完之后再一粒 等你这个挡下去 黑棋一搬 你再夹 那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罐子便宜 而且直接就使得以后 白棋这个点彻底就不存在了 因为二路搬到这一下 这个白棋度不回去 没有这个搬了 黑棋直接把你盖住压死 或者说这个直接罩住 白棋就这个送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补在脚上 那以后这边就多了一个断打 可能对里边的一些味道会有些影响 不过白棋也是无可奈何 只有这样下 接下来黑棋外靠 白棋底下挤一个半段 再连回 然后黑棋打吃 白棋沾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沾回是一个问题手 就这个地方变相一 还是怂了 或者说没有算到里边具体的一个变化 我们跟着AI的一选来摆一摆 里边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黑棋应该往里冲 冲完之后 白棋断打肯定的 对吧 然后你得提掉 这样白棋再往里吃 底下你可以先沾回两颗子 顺便紧白棋的气 等白棋沾上之后 上边还有这手点刺的招 这样白棋冲 黑棋尝这个 就如果说白棋冲 那你就打持 这样三口子一会儿就可以吃回去 外边再一打 这边有便宜 对吧 然后你再拖线 比如说抢左上这个斑都可以 这边只要能便宜 黑棋就可以 那如果说白棋不给黑棋便宜 他选择站在外边怎么样呢 那黑棋里边一打 沾上先手 对吧 白棋这五颗子得也打持黑棋 然后黑棋可以往右上断打之后再虎 因为这个里边是非常容易作演的 黑棋的这个棋型非常有弹性 所以说白棋得往这儿逼一个 确保黑棋右边坐不出两眼 但外边的暴雨圈 白棋也是各种问题 像这个地方 黑棋冲一个 你断打黑棋沾 你再扑紧气 再打回去 黑棋关键就在于左上 这个地方 真子有力 所以说白棋打这两颗子 他还可以继续跑 再打再跑 再打持这个沾上 黑棋有四口气 那白棋中央只有三口气 这个肯定是杀不过这个黑棋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继续摆下去之后 发现白棋里边扛不住 黑棋一冲 走到后面 只要不出现任何问题的话 基本上拿下了 实战当然这个里边也比较复杂的 黑棋没算清楚 选择退让 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再断 白棋猴 这样如果出不了棋 那黑棋就有点亏 接下来黑棋右边断打 白棋沾 黑棋中央贴住 上边点刺 白棋沾上 黑棋冲这个 白棋反冲 当然这个地方也有点起 不过跟刚才相比的话 黑棋就 这个没有刚才好 毕竟中间现在损的有点多了 冲进来之后 白棋拐 再拐断持 再拐打持 再贴再长 然后黑棋上边一顶 顶到这之后呢 因为白棋也不用补了 白棋把左上的这个力给抢掉 其实下成这样的话 右边黑棋因为 这个不是很划算啊 所以说之前的优势 基本上就已经磨干净了 双方又回到同一棋跑线 接下来黑棋往左上角搬 白棋夹一个 黑棋沾 白棋再顶 然后黑棋挡上去 之后白棋往这儿掉一个 这个掉一个 也是想看住中间这两颗子 如果说你不补的话 而且瞄着黑棋上方的保卫 黑棋脚上扳 白棋猴 黑棋靠在这儿 先把白棋分段 然后鱼挺也是 又开始发力 往上一点之后 黑棋尖足度 白棋小剑连回 那双方基本上要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大决战了 那看黑棋能不能杀 接下来黑棋选择是二路跳回 这个虽然说黑棋的棋风也非常高猛 但这个地方确实拿白棋没办法 比如说你这样飞出来的话 白棋一长 你要是硬飞风 首先白棋这里靠段 就让黑棋非常头疼 全是问题 上边还有这种挤了之后坐结 继续恶心黑棋的走法 随便折老街才提过来 对吧 你外边搬 他再把这个中央三颗子一提 让你周围的气全部被紧住 就你这样的话 以后白棋这样咔嚓一段 就是你已经分断不了他 所以说这个棋你要想强杀白棋 肯定是杀不掉的 实战黑棋是往上跳 白棋冲 黑棋挤一个之后度过 下一招棋 白棋选择是这个一路的跳 这个棋下的够狠 主要还是对黑棋整体大龙有想法 不想让他在上边坐眼 其实AI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顶住算了 顶住黑棋打吃 虎过来你再尝 至少先确保自己的联络比较完整 这样白棋已经逆转 因为上面也搜刮黑棋不少 实战白棋选择这个跳 他是瞄着这个二路挤完之后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铺结 太狠 当然这个也是一看就是老米的棋 之后黑棋夹中间 那这个棋白棋只有虎了 不能成 成的话被黑棋挖断 打吃他这儿一个双打 那白棋两边要崩溃 所以说白棋虎一个黑棋打吃 然后接下来白棋又没做好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算了 放弃杀黑棋 你就贴回去就好 贴回去黑棋提一个 你就双虎 连回家白棋的幕术也不差 更后况上边还有个挤了之后铺结 随时都是你的权利 实战白棋长这个 往右边偏了一路 被黑棋一提再打 被黑棋再一冲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白棋联络又有问题了 而且这儿还有一个结 就等于说给对手机会了 这里白棋下的不解名 接下来拐出去 黑棋一飞 白棋跳 接下来黑棋打吃 联络 其实这个棋的话 就如果说白棋空提一个 被黑棋挖 上边白棋还是可以 这个挤了之后去打吃 铺结 这个倒不是很虚就是了 实战白棋左边碰一下 黑棋拐吃 白棋再往上提 其实一直下到这儿 还算是白棋好 黑棋左上 笔顶 白棋拐出去 因为黑棋以后脚上有这种尖的棋 首先里边有味道 而且结材不少 然后接下来黑棋提结 白棋往上挤一个 再提 黑棋果然来了 左上脚尖 找结材 白棋拖一个之后 团住 杀棋 黑棋再提 然后白棋左边沾 这个要威胁 一边自己坐眼确保脚上没事 一边向威胁黑棋的这个断点 黑棋往中间穿向眼 反正越下越乱 黑棋反过来也要把白棋整体分段 白棋冲一个 这个地方当然如果说黑棋挖 断打 这样去搞断白棋的话 那也没关系 因为你如果说只是吃白棋上面一个尾巴 白棋随便找找结材就行了 像左边这里的这个贴回 马上这个还有冲断的问题 吃一个尾巴 黑棋还不太够 实战黑棋是挖这个大吃 那白棋上边提结 黑棋沾 本身结再沾这个 那这样的话白棋也回不了家了 白棋直接动用上边的这个结针 铺一个之后 但是下一手棋是白棋的一个败招 就是冲这个 这个棋其实白棋的结材是远远要多于黑棋的 我们来看看一下有多少结材 比如说上面这里的挖 黑棋得补 再提 对吧 黑棋比如说左下找一个挤的结材 那白棋结材多呢 比如说左边这里的冲啊 冲完之后断啊 对吧 马上这个外边大龙要连回 你得沾 像白棋这里的翻打 打吃滚包啊 再搬啊 对吧 脚上还有二路断吃 挡住的话 将来这个再打再收起 全是白棋结材 或者说你先把这个大龙做活都行 反正白棋的结材肯定要多于黑棋 基本上打赢上面的话 黑棋也没得下 实战白棋是没有找这个结材啊 找的是左边的冲 这个就等于说退让了 本来是可以通过这个结材把黑棋给打爆的 现在等于说你冲左边 只是为了自己连回家 那黑棋欣然答应 把这个结一销 白棋扳回 等于说白棋没有获得任何的目数 而且让黑棋渡过难关 这样的话 局势一下子又接近了 这个地方白棋也是出现巨大失误啊 接下来黑棋右下夹 当然这个棋还很难说 仍然是五五开 之后往前冲一个 白棋夹下来之后 黑棋选择的是斑 没有走长 长的话呢 主要被白棋往这一拐回 你敢断白棋的话 他直接把你贴到死了 外边打提掉 打尺沾上冲 这个白棋直接从这一沾就行 那黑棋肯定是送了 所以说黑棋扳 他的意思 如果白棋断呢 那两边这一 一打一扳 对吧 这个白棋也不能去打这个 打这个这儿有一个这个双打尺 这个打尺接不归 你提这个 他就提通 这样白棋中间就瞬间被黑棋给反杀了 拐的话呢 他就虎下去等你吃回去 他沾这个先手 就等于说这儿有一通先手搜刮 实战白棋扳黑棋断 然后白棋打 黑棋打尺之后 从一路low的 白棋拐黑棋断 这个地方也是通过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交换 把白棋这两个子给反杀掉 这两个黑棋也算是有收获 接下来白棋左上角断尺 但是还是比较细啊 黑棋中间打一下 左边跳方 那如果说这个刚才左上这个地方 是白棋的一个找结材的败招的话 那下一步就是压死白棋 最后一根稻草 稻草了 就是右上角的这个打 这个小 还是应该站底下这个子 站底下主要是右上黑棋提 你给他提嘛 接下来白棋还有这个底下 二路透点的这个挤回去的破空 这个肯定是更便宜的啊 所以说这招棋其实也有点这个后中间的意思 实战白棋右上挡了 打的小了 被黑棋底下一拐持 那这个手段全都没了 这样的话 大势已去 后面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 虽然说黑棋的优势比较有限啊 但基本上白棋也就翻不了了 我们一直看到最后吧 上面这个结也是跟胜负无关了 那这盘棋最终的结果是 黑棋赢了这个两目半啊 那这个棋却白棋也是比较可惜的 首先是左下这个地方被攻的太苦 但黑棋后面出现了失误啊 特别是右边这个地方 本来能杀到这个空里面去了 让白棋全部围住 这样白棋就已经反超了 但在接下来 白棋上面这里的处理不够解明 首先是直接连回 什么事都没有 第二个找了一枚相当于瞎解的地方 导致这个棋又重新回到悟开 再到后来收关 白棋底下这颗紫杯 直接黑棋冲断 选择走右上也是一个重大失误啊 这样的话白棋就彻底被黑棋逆转 最终就败下来 那确实 米玉廷在大赛上面 大赛上面这个 还不是非常的稳 而且遇到跟自己这个 同样是立战派的这个选手之后呢 这个 有些计算也不够特别的精细 好 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